我们之前的视频主要介绍的是 如何在网络层面以及应用层面进行匿名安全防护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了电脑或者操作系统 自身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话 那上面的防护方案也是无效的 本视频将会在系统层面介绍如何使用 匿名又安全的UNIX系统 并且配合加密工具VC 最终达到任何人都无法破解的安全匿名隐私的系统环境 视频里面主要会用到两个工具 一个是UNIX的系统 一个是VC加密工具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UNIX 如果你听过UNIX的话 那你对它一定是会有所了解 但是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 那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UNIX官网上的介绍是卓越的网络安全匿名的系统 它可以在你上网的时候给你提供最大的隐私 以及最匿名的防护 同时UNIX相比市面上所有的工具 它更可靠也更安全 那之所以UNIX有这么好的安全性 它主要的是取决于它的一个安全架构 安全架构上面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全局使用TUR网络 第二呢使用了一个单独的网关进行系统隔离 这是一台电脑 电脑上我们的所有应用都是直接使用非匿名网络 访问互联网服务的 如果使用了UNIX 那它的全部流量都经过匿名的TUR网络 去访问互联网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UNIX的网络架构 UNIX是有两台虚拟机 第一台虚拟机呢叫做网关 第二台虚拟机呢叫做工作站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所有的操作 主要都是在工作站 WAPstation里面进行操作 那网关呢它上面有两个网卡 第一个网卡是只能通过TUR网络 进行全局的流量访问 第二个网卡呢是只能与工作站 这台虚拟机进行通讯 那所有的工作站的流量 通过这个网卡与Gateway进行流量的通讯 然后呢有网关将流量通过TUR网络进行转发 那得益于这种的网络架构呢 因为工作站只有一个网卡 而且这个网卡只允许与网关进行通讯 那工作站里面任何应用是没有办法直接访问外部网络的 它只能通过TUR 也就是说只能通过网关的TUR网络进行访问 那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工作站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安全的 那这有它官网的介绍 首先呢 Honix是有两个虚拟机的 其中一个叫做Gateway 然后另一个呢叫做工作站 在网关上面呢是全局使用TUR网络的 这种架构是给我们非常好的一种网络隐私 并且保证我们的应用也不会泄露DNS信息 那下面呢主要是介绍Honix 以市面上我们常见的 比如说Tiles以及TUR网络器 或者说是QBOS等 其他工具的一些对比 那我这边呢有一个我的使用建议 如果我们需要一种持续一直去使用的操作系统 那我们应该选择Honix 如果我们每一次呢都是需要使用临时的操作系统 而且呢希望用完之后呢 所有的痕迹都删除 那我们就使用Tiles系统 我们选择呢使用Honix 操作痕迹都会有保留 所以呢我们需要配合使用VC加密工具 保证即使操作系统上面留有操作痕迹 但是也不会被任何人能访问到这个操作痕迹 那如果我们使用到了Tiles呢 那它上面也不会保留任何操作痕迹 所以呢它每次都是销毁的 没有任何痕迹 那详细的对比呢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网址 进行更详细的了解和学习 这时候玩Honix的系统之后呢 那我们为了要使用Honix 还需要安装一款虚拟机软件 那我们选择使用开软的VCBOX 下载并安装虚拟机VCBOX 然后呢将当前最新的Honix镜像文件进行下载 下一步呢就是将下载好的Honix文件 导入到VCBOX虚拟机里面 然后将Honix系统开机并配置连接网络 那这里面我们要记住一下 因为Honix网关需要连接TOR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的话 它本地是没有办法访问TOR网络的 所以你需要在本地使用一个翻墙工具 或者代理工具 而且它需要支持Soccas HTTP以及HTPS 这样的话通过它提供给Gateway连接TOR网络 然后呢我们要介绍一款免费开源跨平台的加密工具 这款呢是目前我认为最好且没有质疑的一款加密工具 基本的介绍呢在官网 大家可以访问并去了解 那我这边整理了它的主要功能特点 第一呢就是加密安全性非常高 如果配置的正确基本上是无法破解的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加密解密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占用的硬件资源非常小 第三个特点呢它是支持创建一个虚拟文件磁盘进行加密的 那与虚拟文件磁盘对比的呢就是也支持物理的硬盘全盘加密 那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支持同一块加密磁盘 输入不同的密码进入不同的加密空间 这个功能非常的好 就是一旦你自己的本身环境如果受到别人的逼迫 你不得不输入密码 那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输入不同密码进入不同的加密空间 这样其他人也不知道你到底进入的是哪一块加密空间 那基本的使用呢也非常简单 打开网站呢进行下载 那这里面要说一下 如果你是Mac系统的话 还需要安装一个依赖工具 打开这个工具网站 然后呢根据你的系统环境下载并安装 安装好依赖环境之后呢 剩下的就是打开VC工具包 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完成软件的安装 加密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 我们本视频会过得介绍 如果你需要可以访问这两个文章进行相关的学习 大概的特点呢它是支持创建文件型的加密券 以及加密一个非系统分区 或者说一个设备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U盘全盘进行加密 同时呢它也支持将系统的某个分区 全部进行加密 而加密券的类型呢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标准的加密券 第二种呢是可以将我们加密券进行隐藏 那隐藏加密券怎么使用呢 可能在某一个情况下 有些人会迫使你必须告诉他加密券的密码 那可能在暴力的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必须告诉他密码 但是如果你使用了这东西当加密券 你可以通过输入不同密码 那进入不同的加密空间 最后呢就是一旦我们设置了一个加密空间之后 我们可以将整个HUNIX系统的文件 全部使用VC加密工具进行加密 大概步骤呢就是创建一个加密盘 而且一定要保证这个加密磁盘 一定要大于我们当前HUNIX虚拟集的文件大小 而且也要预留一定的空间容量 以备后续我们在HUNIX系统中进行操作使用 创建完磁盘之后呢 将磁盘进行挂载 然后将HUNIX的虚拟机移动到磁盘中 比如说我们的两个虚拟机 一个呢是网关 一个是工作站 全部移动到我们这块加密的磁盘中 这样其实我们在操作系统里面 留有我们的操作环境 但是因为经过加密 任何人没有办法访问这两个虚拟机 那对于我们的整个环境也是非常安全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具体的视频操作演示 首先我们需要将所需要的文件进行下载 VC加密软件及Mac系统所需要的依赖 VSBOX虚拟集以HUNIX镜像 并且还要连接一块移动硬盘 首先点击并打开 在Mac平台安装VC加密软件 所需要的环境依赖 安装之后呢 系统会提示我们给予相关的权限 并且需要电脑进行重启 系统完成重启之后 我们进行VC软件的安装 打开VC软件安装包 按照操作步骤 点击继续完成应用软件的安装 软件安装完成之后 打开软件 创建加密分区前 我们首先需要生成一个密钥文件 点击菜单栏的工具按钮 选择生成Key文件 进入之后保持默认 可以随意的移动鼠标 在Keyfile的文件大小 我们选择生成随机大小 文件的名字 我们可以随意命名 当进度条达到最长的时候 我们点击左下角按钮 将生成的Key文件 保存在桌面上面 回到工具的主界面 我们点击创建加密磁盘 选择第一个选项 创建虚拟文件磁盘 点击下一步 然后呢我们还是选择使用标准的加密文件 选择一个位置 将我们这个加密的磁盘文件保存在哪里 那我们将它保存在我们的移动硬盘里面 我们可以将这个虚拟的磁盘 做一个面名 点击下一步 保持默认选项 根据我们的需要呢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100G 因为我们会选择使用密码加PIM 以及密钥文件 三种方法进行词番加密 我们设置加密密码 然后将我们最开始生成的加密文件 拖拽进来 接下来设置PIM码 接下来开始进行加密 下面的蓝色进入条越长 代表我们的随机数生成越好 也同样 我们本次的加密强度也会越好 当蓝色进入条达到我们认为 已经足够长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点击格式化按钮 开始进行硬盘文件的格式化与加密 完成硬盘加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退出界面 可以看到在移动硬盘上面 已经创建了一个100G大小的加密文件 我们接下来将已经创建好的加密词盘文件 进行解密与挂载 输入密码 PIM 以及对应的Keyfile 到处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安装虚拟机Vatialbox 以及导入Hunix系统镜像 打开安装包 完成Vatialbox安装 打开虚拟机软件 选择导入 根据你的需要进行虚拟机的配置Vatial 选择网关这台虚拟机 点击设置按钮 当前网卡1的连接方式是网络地址转换 但是我们需要选择Net网络 名称会显示未指定 是因为Vatialbox并没有初始化网络 回到Vatialbox的主界面 选择网络 选择Net网络 右键点击创建 完成Net网络的创建 此时再选择网关虚拟机 点击设置 打开网络选项 可以看到此时Net网络的名称 可以选择我们刚才初始化 创建的Net网络 先将网关虚拟机 点击启动按钮开始启动 网关虚拟机启动成功之后 会默认弹出这个界面 我们点击上面的第一个选项 代表我同意 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TOR网络的配置 点击中间的选项 点击下一步 如果你本地的网络 没有办法访问到TOR 那你此时需要使用代理工具 让网关虚拟机去访问TOR网络 那你在自己的电脑上 首先要安装并运行一个代理工具 并且在此处配置好使用对应的IP地址和端口 点击下一步 出现此界面代表你已经完成了TOR网络的配置 那这台网关的虚拟机基本的配置与使用就到这里 选择工作站虚拟机点击启动 在工作站虚拟机启动期间 进行网关这台虚拟机的升级操作 工作站完成启动之后 它会自动的与网关进行连接 让我们进行测试一下 打开连起输入网址 检查当前虚拟机的对外公网IP地址 可以看到它并不是我们真实的本地IP地址 而是TOR的网络对外的公网地址 我们可以打开YouTube网站验证一下 当前的网络环境是否已经完成互通 可以看到当前工作站这台信机 已经通过网关完成了流量的中转 进行全局使用TOR网络 同样呢进行工作站的升级 完成升级之后 如果我们不再使用 就可以将系统进行关闭 关闭的顺序与打开的顺序是相反的 先关闭工作站 再关闭网关 Honix系统已经完成了网络配置 以及升级操作 那我们接下来需要将Honix训义机 移动到我们的加密磁盘中 保证不被外人访问 首先呢找到我们当前 训义机的保存文件位置 将两台训义机复制到加密磁盘中 复制完成之后 删除电脑本地的训义机 完成删除之后 我们需要在微搜博核子里面 重新将加密磁盘中的虚拟机 完成导入 此时打开微搜博核子界面 点击加号注册 选择虚拟的加密磁盘中的 两台虚拟机文件 点击并打开 如果我们需要开机使用的话 那同样先选择网关 点击启动 再选择工作站 完成启动 如果完成了操作 不再使用虚拟机 我们就将虚拟刺盘完成现在 那整个的操作流程演示 已经到此完成 如果大家还需要了解 哪方面的内容 也请留言反馈 我们共同防护个人隐私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